开始 以前做演员的时候 我只会关注自己的角色 当你做一个制片人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个故事 你会关注他每一个人物的特点 他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的卖点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我从演员做了制片人 然后参与整个项目的这种创作 以后不一样的一个点 坚持妥协继续放弃 当你很专注地在一个自己 你想做的事情上面 然后你认为这是一条很对的事情 你要继续能够坚持下去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都会在这个过程中 会被各种原因所影响所左右 你会不知不觉地 会发现你已经开始偏离的轨道了 那这个时候 你会重新问自己 你说最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你的信念是什么 什么能够让你快乐 什么是你觉得值得做的事情 其实电影 不顺钱对出来 少花钱都办事 真的 这两年中国电影花很多钱的很多 但是有所表达的 或者是能够表达自己想表达的 内涵的这样的作品 相对少 一个有heart的作品 是靠你 对生活的理解 观众 能够产生共鸣 这个是最重要的 能够分«地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写真法 年轻人 已定闻 并不检 并不检 半个月 并不检 多 Singer